各位好,我們接下來要來探討Cache CPU裡面的Cache 以及整個從計算機的架構來看出 它對電腦系統的影響 在開始之前的話,再提醒大家一下 我們在這個公別頁面呢 有一個線上的討論區域 然後你可以在中間提問 或者說有哪一個環節 你不是特別清楚的話 你可以記錄在這上面 那我們在中間休息的時候 就會來解決大家排除問題 回到主題 我們今天這個主題是來探討Cache 整個計算結構裡面Cache 以及對整體 尤其是軟體工程師要特別了解 Cache對系統的影響是非常大 不只是效能 甚至還有考慮到正確性 在多核的情況呢 更是有深遠的影響 這也是很希望舉辦這樣講座 讓大家有更多這方面的知識 然後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有一個學生做一個很好的一份文件 所以我們就以這份 這份blog作為切錄點 然後我們在開始看的時候呢 要來思考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這個原則是什麼 就是說記憶體的這個結構 這個記憶體的這個階層性 其實往往呢我們都知道 我們今天用的這個處理器都是非常複雜的 就是有CPU有GPU 甚至還有一些專門用的這種架數的這個處理單元 這一再都讓我們要思考的議題變得非常複雜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要有能力的做一個軟體公司 我們一定要有能力說把複雜的東西化解 然後掌握這些基礎知識 所以你會發現說 系統軟體在這方面的這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們要能夠推廣 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出很複雜的架構 但是要怎麼駕馭複雜的架構就是很大的學問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接觸這麼多知識 為什麼我們在這個講座也希望是探討的議題之一 好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來看說 事實上呢我們這個記憶體的結構 它是所謂那種階層階層性 所以這個它也稱為叫Memory Hierarchy 這樣的一個階層 為什麼要引入這樣設計 其實我們去思考 其實我們去想 以程式的運作來說的話 我們都知道這個程式的結構來說的話 程式是保存在機體 然後CPU在執行程式的過程中 會去更新 會去存取 然後會去做完數值運算 然後再保存回去 所以它會有頻繁的讀取寫錄 然後呢 很有意思的點是什麼呢 往往呢你會發現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第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剛用過的這個記憶體很快再被使用 像這個復悔圈 復悔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比方說我們用復悔圈計算一個 陣列裡面的元素總和 所以比方說這個陣列裡面有10個元素 那我們常常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存取第一個元素 第二個存取 接下來存取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好一直類推 然後呢 這個肯定呢 有一些 有些機體空間的常常是這樣 它會 再重新被用到 好 比方說像這個counter 好會用到 然後呢 這個機體內容也會 好比方說像我們今天 今天 也許是什麼 也許是一個 呃 要去搜尋 好搜尋之後這個 這個陣列裡面的那個數值 好 所以你會找 好 找完之後呢 有可能第二次這樣 找另外一個數值 好 好 那 上次我要找第三個 這是我找第四個 欸 那好玩 你往往呢 可能找的過程中 第三個第四個都存過 好 然後呢 這接下來第二點就是剛剛講的議題 就是說事實上呢 我今天找了第三個之後呢 下一次有可能第四個 第五個 好 這個以陣列存取的是非常非常常見的一個狀況 好 然後 所以接著呢 就是會有個設計原則 就是這個 呃 我們就稱為叫做這個 有兩種locality 好 這等一下還會再繼續講 如果你先有個概念 一個叫temper locality 一個叫spurture 好 然後再來是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要知道 事實上在今天的這個電腦架構呢 遇到一個 很有趣的點 就是 事實上 CPU進步的幅度 非常大 但是呢 記憶體呢 進步的幅度 還是有持續進步 但是它沒有像這個 CPU這樣畫時代 一直在 平反進步 記憶體還是有進步 但是它的那個進步呢 果然都是可能 用好幾年來算 好 那在CPU 過去的來講 如果說你有經歷過90年代 90年代 其實很有趣 那個年代就是整個 整個 CPU架構百花 正名 正名的時代 那個是太有趣了 那就是你會看到 很多廠商 好 不是只有Intel 也不是只有MD 甚至包含台灣的這個 維生電子 基本上 也加入這個佔領 然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事實上整個 記憶體的結構 就是像 畫面中這樣的圖 它事實上會有分 不同的階層 然後呢 越靠近CPU 就越快 所以以這邊來講話 Level 1 在這個記憶體的 這個階層架構來做 Level 1是最快的 那最下方的這個Level 好 不管知道多少層 好總之呢它是最慢的 但是呢 慢 會有什麼慢 相對慢來講的話呢 它的空間就會大 反過來說 Level 1 雖然是很快 它距離CPU最近 但是 它的空間是怎樣 它會比較小 然後它的成本 當然就會高 好 然後 這是一個概念 所以這邊來講話 就是 好 然後呢 在我們春學的時候呢 我還要思考一個點 就是有這個東西叫做Block 這個Block 在說什麼事呢 好來看一下 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 因為我們今天切了好幾個階層 好 如果呢我這個切這個 我 我剛好就在Level 1 就可以存取到 我這個每個Block 我這個Level 1 可以存取到 好 那這表示什麼事 欸就Hit 反過來說如果你Level 1取不到 你要到Level 2 才取得到 或是你要到 最下一層才取得到 好 那這樣就這樣 它就是 它花我費的時間就會增加 好 然後我們事實上就在算 我們把機體切割成那麼多部分 之後 因為每一個 每一個階層 事實上這樣 它的存數不同 好 那我們就要看說 有多少會在Level 1會一樣 會Hit 好 那反過來說呢 有多少的比例呢 沒辦法在Level 1 沒辦法在Level 2 Hit 好 好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現代的這個 處理器架構來講的話呢 如果我們看整體的這個 Hit Ratio來講的話 有機會到95% 不過還有一個考量點就是說 那是要看情境 就依據這種情境而定 好 所以我再次強調 為什麼我們軟體工程是 應該要把這搞懂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現在很多城市 基本上規模都非常之大 你可以想個簡單的事情 就是說 你可以在Android Market上 你會看到 隨便去找一個你聽過的軟體 像是Line 或是那種WhatsApp 基本上你會發現 它的使用者下載次數都很驚人 都可能 都可能 都是上益次 甚至你去下載一些瀏覽器 網頁瀏覽器 你會發現很多網頁瀏覽器 不要說什麼老字號的Opera 事實上有些什麼海豚啊 我也搞不清楚 叫什麼名字的 基本上這些下載次數都是上益的 甚至你如果認真看 有些電子書 它的下載次數也是上益 好 那你要想一件事 這麼多樣的下載 意味著什麼 有非常多的使用者 而且這些使用者 都可能在同一個時間 存續到你的服務 你的服務既然要服務 同時服務這麼多上限人 好 那我有沒有可能在同個時間 你想像說我今天這麼多人都要訊息資料 有沒有可能會遇到塞車 好 我們講比較不清楚啊 有沒有可能遇到 資訊上的塞車 有沒有可能會 然後呢 你任何一個小問題呢 放大 都可能會影響 影響 就是做得非常深淵的影響 所以我希望我們作為一個軟體工程師 其實應該去思考這個議題 如果我可以在一個小的層面 但是很頻繁 小其實不見得是 我們一定要 就是細節不見得是我們一定要去探索 但是如果這個細節往往在非常頻繁的時候發生 那這樣的一個探討就非常有意義 所以我們今天來探討的議題呢 就是延續在剛剛思考 就是我們來看這個cache 這個cache呢 所以事實上的cache就在什麼 在整個記憶體架構中呢 記憶體的這個階層架構呢 它這邊基本上就是靠近CPU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今天上呢就是 我們會知道說 現在處理器有很多都是有幫人cache 然後如果幫人cache的話呢 事實上我們就這樣 我們就會做這個不同層面的協科 那接著我們來看什麼呢 來思考 在如果我們畫一個c圖 像畫面中這樣的c圖 我們來思考cache 在整個處理器來講 在哪些位置 好 那第一個我們來看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左邊有個cpu 右邊有個cpu 好 然後呢中間有一個 浮點數據運算單元 好 然後呢認真看一下 左邊一顆cpu 右邊一顆cpu 然後呢這個左邊那顆cpu有什麼 有level1的instruction cache 好 注意到 注意到 NST是那個instruction的錯寫 然後呢 再來是同樣的一個cpu上呢 它有level1的data cache 好 然後呢同理 在右邊呢也一樣 有level1跟level2的cache 好 然後這個level1跟level2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中間還有什麼 一個MNU 記憶體管理單元 然後呢還有去加速記憶體的translation 所提出的另外一個cache 叫做tlb 好 注意到 tlb本身上是一個cache 好 然後呢也可以在畫面中可以看到 咦 那邊還有一個cache 畫虛線 有可能它等一下 它可能不存在 如果系統存在的話呢 它基本上就是在什麼 就是cpu 左邊的cpu 右邊的cpu 什麼 都是分享的 好 接著我再接觸到這個buzz 那你所以你可能會接觸到實體的這個 實體的這個 這個記憶體 好 就是存取到這個實體的記憶體 好 換個腳去想 一般是什麼 在畫面中呢 可以看到的是level1cache 好 level1cache 是 沒有 就是獨自 就我們稱呼叫private 就是cpu獨自 沒有跟其他cpu共享 可是level3 level3cache 基本上是這樣 是有這個 有跟另外一個分享的 然後 注意到就是說 在這個用詞 這個 算中文翻譯成 把這個字翻譯成快取 但是它不是念 不是念cache 是念cache 好 就是跟那個 跟什麼 跟那個 錢幣這個字 就是那個 現金那個字 是一樣 這個 這個是因為這個 這個字是法文 所以我們要用法文的方式來發音 所以你這個 那level1的cache cache 然後我們縮寫叫dcache 好 然後level1的instruction cache 成為我們 尖寫叫icache 好 然後 如果我們來思考一下這個 資料處理的路徑 就是以處理器的觀點來講話 它路徑是這樣 就是 我們再回顧一下 我們今天有level1cache 跟level2cache 好 那我們就來看的是 處理器怎麼去 怎麼去 讀取資料 以cpu的觀點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你可以看到它的路徑呢 其實有點長 你看喔 就是 在左上角你可以看到有 印刷群cache 跟 data cache 好 然後不管是印刷群cache 也好 Data cache也好 基本上我有一個東西是MU 好 然後TLB 是來加速MU的操作 所以 TLB本質上也是一種cache 好 接著呢 我們會到第二關 就是叫level2cache 好 然後當然你有可能 系統上可能沒有level3cache 就是假設你系統上只有level2cache 好 那接著就會直接接到這個主機體 好 然後如果我們把這個MU的地方呢 再看細一點 好 我們把這個MU的地方展開成 畫面中這張圖 好 然後呢你會發現說MU 該做什麼事情 MU做的事情是怎樣 就是 因為實際上我們的 我們的 主機體 它的這個電子空間是以 所謂的叫實體機體 好 注意到我們繁體中文 這個physical memory 也是翻譯成這個 實體機體 不是翻譯成物理機體 不要搞錯了 就是 用之前詞的 就是我們這邊的 台灣的 這方面的這個傳統 好 然後呢 所以MU做的事情是virtual 就是虛擬機體 轉換成實體機體 好 那它扮演這樣一個橋梁 好 然後呢 這個過程中呢 轉換呢 事實上會有一個什麼 會有一個轉換表 然後呢 TLB呢 是存在的幹嘛 來加速的操作 所以會有TLB hit 也會有TLB miss的狀況 如果TLB hit的話呢 它就是想到這邊是一個cache 然後就從這裡面這樣把它找出來 好 那如果是TLB miss的話呢 從另外的這個 就從原本的 呃 Page Table 去查詢 當然有沒有可能遇到說這個 這個 我轉換的時候完全是轉換不到 就是我的virtual的機體 完全轉不到Physical 有沒有可能 會 所以這個稱為叫什麼 這樣就會發生 major Page Fault 就是各式各樣的那種Fault 那這個 這種各式各樣的那種Page Fault 發生之後呢 一般來說呢 會由作業系統介入 所以 基本上你可以試想說這個 我這個作業系統就註冊了Page Fault Handler 就是 Page Fault Ecession Handler 註冊完之後呢 就做出對應的處置 所以比方說 以Linux來說的話 他會去分 去分做 分這個major啦 minor啦 還有 還有就是不可挽救的狀況 好 然後他分類之後呢 他就做出對應的處置 好 然後比方說他會印出這個 我想寫過 在Linux上寫程式的朋友都很熟悉 你會遇到那種Stick 你再去Fault 基本上就來自什麼 就來自MNU 連帶的這個效應 好 就是包含說 MNU發生了一個Fault 然後做一種攔截的Fault 然後 然後呢 之後再怎樣 就發一個訊號 要求這個程式 在中指之星 然後印出一個Sevenage Fault 好 那所以呢 可以看到說 以這邊來說的話 就是有一個這個 有這樣的一個流程 流程式 好 那注意到這個東西 就是這一段 就是這個 它就是會有這個TLB轉換 那轉換的話就會發生這個PageFault 好 然後 再來是 再 如果我們 會來看說什麼呢 看說這個記憶體的這個階層關係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要看得比較細 就是說我們想要 想要知道每一層 好 每一層呢 耗費的時間 每一層耗費時間呢 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個詞彙來思考 這個叫什麼 叫做 Litency 好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這個 每個層 每個層面它的那個 那個數值 好 那這邊呢 引述一份資料 這份資料呢 呃 要注意它的年份 它年份很重要 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 因為 這個資料相對是比較舊了 那 當然也許可以找到比較新的資料 歡迎幫忙更新 好 那這就是我找到相對比較 比較 比較舊 但是整理得還蠻清楚的 我的 那個數據 就是 直接給大家做參考 好 然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CacheLitency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對應的操作 同樣是做這個 Load LoadStore 好 就是 從記憶體載入到 CPU的占領器 好 這個要Load 那Store是把CPU裡面的占領器 把它怎樣 把它這個放到這個 放到記憶體 好 讓我們看這種操作 好 所以如果說你看 就是第一個呢 就是 如果呢 你今天是從這個 L1 Cache 把這個 把這個資料 從L1 Cache 載進來 載到CPU內部的話呢 CPU的占領器的話呢 它花的時間是0.5的NeoSec 是非常小的 好 但是呢 如果說我們今天考慮到這個 Brench Mis-Prediction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基本上就是10倍的成本 所以我們 你可以看到現在很多處理器 花了很多心思 去做什麼事呢 去降低這個 Brench Mis-Prediction 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因為這個代價是很高的 好 但是有意思的點是什麼 如果呢 你的電腦呢 從L1 Cache 載入資料的時候 誒發電話什麼 這個成本 基本上這樣 這已經差了怎樣 差了10倍以上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 好 接著再繼續看 如果呢 我今天做的是一個 就是在多核的情況下 無可避免 我一定會做Lock 就是那種 Resources Lock 像這樣 這是一個Lock 這個 你可以看到它的成本 所以事實上這樣 它是要25個Nail Second 甚至更大 就完全取決於說 你的Nail Test 你試做 一般來說 你可能需要那麼大的空間 那麼大的延遲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從主記憶體呢 載入這個資料到這個CPU的Register 你畫的是怎樣 又更大 又到什麼 100個Nail Second 所以有注意到 所以你看 單純如果只看著記憶體 跟什麼 跟L1 Cache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麼 這可以 可以有多少 多少倍的差距 這事實上可以有200倍的差距 好 那如果說我們再繼續看 如果說你今天是 涉及到這個網路風暴的存取 那你要私立發現說 這個 比方說你的網路 是已經夠很快的 就是 1G的這個BPS的話 1G的BPS 那個網路的話 你傳送2K的那個資料 那事實上它畫的是 20個Microsecond 好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是從這個 主記憶體的循序讀取 1MB的空間的話 那你事實上 耗費的是250個Microsecond 好 然後接著呢 如果說我們再繼續看 看到什麼呢 事實上如果說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以這個 Disk Disk操作 你會發現很可怕喔 Disk操作 基本上已經不是Microsecond 是什麼 minisecond 所以你看到現在來講話呢 不管是從詞別裡面讀 補取資料 不管是做seq 或做read 基本上它畫的都是 你可以看到說是 10 20 minisecond 重等級的 好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是 有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一個啟發 什麼啟發呢 就是說 基本上因為 比方說150 minisecond 好 這種數值來講的話 對人來講已經是有感的 好 比方說我們人眼睛視覺戰流是多少呢 就是 就是相當是150 200 minisecond 他就人的視覺戰流 基本上 就0.1啊 或者是 當然也有人延遲更短 所以就 你看到這個 就0.1秒這種等級 基本上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數值 所以底下呢 是人類有感的 好 當然上面呢 0.5 niosecond 基本上人都無感了 但是觀念上是什麼 這些東西的頻繁度 非常地高 所以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為什麼要去思考 思考什麼 基體的階層 是因為我們就看它的 平凡度 好 以 上面的 以這張表來說的話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呢 我們可以確保說 L1 cash 有夠高的kid ratio 或是說 整體的cash 它的kid ratio 都夠高的話呢 我就可以避免什麼 我就可以避免我走到這一關 好注意到 如果我的cash 可以夠有效率的話 我就可以避免走到這一關 所以我就可以降低什麼 降低這個延遲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 可以思考一件事 現代處理器 現代處理器的這個思考點呢 已經不是在追尋說 無止盡的去追尋 追尋這個CPU效能提升 往往花更多心思在思考 如何降低整體的延遲 因為畢竟 人們在意怎樣是 人們在意當然是整體上行為 不管我在上面執行的遊戲 在電腦上面執行的伺服器 或者在上面執行的好多種不同的 這種資料採集的程式 我們人們永遠在意的東西是怎樣 我們從什麼時間開始 什麼時間達到人們符合的效果 對 所以這才是我們在高效能的這個開發機率 最重要的初衷 就是降低延遲 所以延遲呢 我可以從這張表 可以看到說 這個延遲的這個層面 當然我們就 你可以看到說 以今天這個講座來講話 就是去思考記憶體的效率 好 然後接著再繼續看下去 就是 CPU Cache裡面呢 有一個最小的存取單位 這個叫做Cache 9 然後在很多CPU呢 基本上它Cache 9是64個byte 注意到單位是byte 也不要搞錯了 有些人會以為是bit 注意到不是它是byte 基本上呢 你可以思考說 這個在很多主流架構 是64個byte 但是有些 有些例外 尤其是一些on的處理器 因為我們都知道on的處理器呢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可以讓不同的廠商 比如說QuaCon KVN 這些廠商可以幹嘛 可以去修改 修改這個CPU的一些設計 然後尤其像我們可以看到 QuaCon啊 NVIDIA 這些廠商 對on的核心做了很大層面的修改 修改 修改之後呢 有很多數字都改變 比方說呢 這個Cavion ThunderX Cavion 那它基本上是用在哪裡呢 它用在資料中心 跟雲端的應用 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ThunderX 就滿是這樣 那是這個KVN KVN加公司 推出的 然後它在 2014年的這個Computex 就發表 64萬元的這個 安的處理器 然後呢 主供這個DataSender跟雲端 雲端伺服器 然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在這個 在市場上 這個 這個市場其實挺有趣的 怎麼說呢 因為 我們可以看到說 像伺服器 伺服器的應用來說 它沒有所謂的key location 像你的這個notebook 或者你的那個 smartphone 你可能有些key location 像你的smartphonekey location 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6.7 那6.7 又以誰比較重要 6.7 或者相似的服務來做 哪些東西最重要 當然是像Facebook 跟我們回去好 連續度很高的這個 就成為了key location 那你的desktop 有可能是什麼 有可能是game window 這個耗資源 但是 也是一樣 對 連續度很高 這當然是key location 可是在伺服器的市場 有點好玩 伺服器的市場 你就想像 假設今天Google 你可以 你今天假設眼睛可以看得到 有機會到Google 而且是在 中端器前面 可以輸入指令 你去想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裡面是不是要做非常多事情 要做搜尋器 要做什麼呢 要做資料分析 然後做一大堆 是不是每一項都很重要 對不對 建所以 建一大堆要操作 每一項都很重要 到底誰最重要 其實說不出來 簡單就是說 這些DataSense來講 他會排很多工作 那這個工作呢 落差很大 又非常簡單 又非常複雜 但是不管怎樣 他都會執行很長的時間 只要有空 我就怎樣把工作分攤出去 那像Kavin 他們提出的ThunderX的 這個架構的相反是什麼 因為ON的處理器有個好處 它可以做非常多核心 它可以拖虛擬化 所以你可能會聽過一個東西叫NFV NFV 好 那這個NFV呢 中文叫什麼呢 就是它搭配這個 搭配這個 SDN 軟體定義網路 然後再來是軟體功能訊號 這個叫做NFV 總之這個東西呢 在很多應用 這兩個是不同的詞 不要搞錯 NFV跟SDN 是兩個不同的詞 當然有各自應用 但是有很多應用 是把這兩個應用 把它結合起來 或者說很多不同的層次 把它整得起來 好 那總之Kavin 所針對的市場就像是 就像是這樣一類市場 更具體來說 它就針對這個網頁伺服器 或者說像這個CDN 再來是Webcash 然後Search Engine 這樣的一個應用 既然講到Search Engine 我們來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例子 其實我們台灣有好幾家 做這個搜尋引擎的公司 你們在想念對不對 但是它這些搜尋引擎 它不是跟Google直接競爭 因為這年頭 沒什麼公司敢直接跟國際競爭 畢竟已經是一方之霸 就跟當年Microsoft一樣 那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說 做自己的搜尋情 而且在台灣 這搜尋有個搞頭 當然有搞頭啦 比方說Google的搜尋情 它搜尋的東西是 一般的資料 可是它要滿足大部分人的需求 但它不可能滿足每一個人 於是有一些搜尋情就推出 比方說它專門來搜尋什麼 搜尋這個社群網站 好不要聽錯 是Social Media 不是那個 社群 所以這個是社群 社群網站的這些內容 對不對 比如說粉絲專業 然後什麼17 又開什麼直播 有些台灣的搜尋 專門做這件事 就告訴你說 誰又來直播 又來提一提 又要來什麼 跟你好好培養感情 這種東西 所以它就針對這種社群媒體的負債 這種東西很有趣 它需要爬各式各樣內容 像我們剛才講過 它要爬什麼 它要爬Facebook 它要爬17 17可能還要爬 還要爬 沒了還可以繼續爬下去 Instagram 反正這些東西都要一直爬 然後爬完之後 它就比對它的動態 所以注意到 像我們剛才搜尋情 這種歷史很有趣 它的運算量不大 可是它需要非常多主機 繽紛多路去做運算 所以Cavion鎖定 就像這樣的一個市場 好 注意到 我們剛才提到 這個東西跟Cash影響在哪裡 像Cavion 它的Cashline 它就把它變成128個bytes 也是這樣 所以注意到 事實上 這個會跟服務的型態有關 或者說應用場景 像剛剛講過Cavion 它就針對這種伺服器資產 它就不是 比較 它就不像桌面 桌面的規劃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有一個資料 就是 有一個資料是 512bytes 然後呢 你這個Cashline 是64bytes 好 那實際上呢 這個512bytes 的資料是當做什麼 是 4桶為 8個Cashline 好 每個大小的是 64個bytes 的話 那就是8個Cashline 好 所以事實上它就是Cashline 就這樣 好 注意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因為呢 我們在 Cash裡面的操作 是以Cashline為主 好 所以實際上呢 它的存取不是隨機的 注意到這個01234567 事實上有順序的 對不對 因為你的512是要 是要這樣子擺放的 從0 1 編號0 編號1 編號2 一直到編號7 這樣子擺放 所以事實上Cash本身 它就是怎樣 Cash本身是Sequential 好 所以事實上我們要做到一件事 這個Cash 它本身的操作行為呢 它是怎樣 它是 它是 循序的 看 Sequential 好 這個 它是 這樣循序 進 處理的 但是呢 在這個 一般的RAN 是這樣 是Random Access 所以要特別考慮這個行為 好 接著我們來探討一個議題 這個議題呢 就發現說這個 整個Cash 這個設計上的 設計上的 設計上的那個模式 這個模式很重要 就是說 因為 Cash的設計其實它已經非常的 它的那個時間 演化了非常非常非常久了 所以其實有很多種模式被提出來 好 那基本上有分三種 一個叫DRAIN MAP 然後FULLY Associative 然後再來是NWAID的這個 Associative 好 所以基本上這個 示意大概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有三種 DRAIN MAP是最基本 DRAIN MAP是最基本 所以你看到這個DRAIN MAP來講的話 這邊有沒有看到這個 藍色的一條線 藍色這條線呢 在這個存取的話呢 就這樣 比如說簡單說 這邊有4 那底下呢 就有標註一個什麼 標註一個編號 標註一個編號1 那我找的時候就直接DRAIN MAP 就找 所以簡單說 DRAIN MAP是什麼 就是 記憶體是什麼樣 我的Catch就是一樣 只是我的Catch 比一般的記憶體快多了 好 所以DRAIN MAP很單純 它沒什麼好 沒什麼好思考的 但是後面的東西呢 就是有所謂叫做 Associative 然後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Associative 這個東西就有點 就是有點搞脫了 比方說呢 這個詞 這個其實很好 很有趣 比方說我們的 好 比方說我們來看那個 副教授 這個副教授的那個 這個英文怎麼寫呢 所以這個其實很好玩 Profess 好 這叫 Associate Professor 這個叫副教授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詞 有點有趣 但是這個詞呢 跟這個東西的觀點 其實有點關係 就是說 事實上呢 台灣的副教授 是一個比較奇怪的 跟美國的副教授 應該說全世界各地的 對大學教師的認知也不太一樣了 那副教授呢 這個很有趣 在台灣呢 你可以把它當作 某種形式的終身子 然後有很多副教授 當然 相對待在學校就比較 比較 比較 不用再思考那個 就是不用思考一些複雜語 好 但是就是他可以 相對來講 待得 比較久一點 那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 你說副教授的這個 研究的數量一定會比 助理教授多嗎 這個到位比 好 如果我們只看量的 我到位比 好 但是副教授來講 他一般來說在台灣 他被檢驗比較多 嘛 因為絕大多數的教授都是從 從這個 助理教授開始 然後接著到副教授 然後升等 然後這個 associative呢 其實在講的事情 其實很有意思 就是說 事實上 如果我們考慮到左邊 那種 就是 反正 Cash 反正機體裡面有什麼 Cash裡面就是什麼 或者說 Cash的內容 就是一部分機體的錯誤 這時候有個大問題是什麼 因為實際上 我們在存取 存取資料的時候 往往這樣 他不會完完全 循序漸進的 對不對 Cash的想法是循序的 所以講 Cash的想法是循序的 但是呢 在這個 實際上用法 往往不是 我們可能這樣 用的是相鄰的 或者說 又會跳一個部分 比方說這樣 像那個 矩陣 矩陣的乘法 矩陣的乘法呢 也有可能會去存取 相鄰的幾個 接著呢 我會跳很遠的地方 跳一個相對遠的地方 存取到什麼 例外的相鄰的 的資料範圍 然後 然後 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 往往呢 我們要有一個思考點 我們有沒有可能把相關的 我們今天也不是相鄰而已 我們是把相關的 把它找出來 然後這樣的話 就有這個 setassociated associated 跟fully associated 這樣子的模式 給大家看 先來看這個 DirectMap 所以DirectMap很單純 這是在 剛引入Cash的時候 常用的手段 就是 就是這個 記憶體 主記憶體 跟那個Cash 基本上是可以直接 建立一個對應 那如果說你用那個 停車場做例子的話 就是簡單 就說 假設你有1000個位置 那它的排列是 0到999 然後那個Cash 基本上就是你的號碼 假設如果 這個 我這個 我假設有10個 Cash能夠放10個 那我就等於這10個 那當然10個有可能是什麼 200 到 210 300 到310 或者是 999 就是 990 990 到999 這樣這個4個 好 那這問題是 這個就是 當然最大還是有優點 一開始設計這樣的話 就是設計簡單 但是 但是就 因為它的缺點很明顯 因為 就會這樣 你在存取的時候 就會不斷的把這個 另外一段 就是 就是 存 那個 踢完出去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 麻煩的狀況 所以就是說 這樣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稱呼一下 locality 就是 這個 temporal locality 可以 這是我們之後還在繼續探討的 問題有些什麼概念 所以在這樣的機制下 其實我們需要夠大的 Cash 可是往往Cash 它是非常貴的 在現代很多處理器來講的話 其實很大的成果是來自哪裡 是來自Cash 就是 Cash扮演 Cash的成本 是扮演非常 非常重的角色 因為它又要快 然後呢 它又又又又又又要這樣 呃 它要確保說它 就是 快就是表示它類型之低 然後呢 然後你要做到什麼 要做到這個量率要很高 這個其實是 這是很不容易的議題 好 那接著來說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要跳脫Doramic 所以你需要一些 額外機制去 去突破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講個東西叫Fully Associated 然後呢 所以這次來思考一件事 就是說 事實上呢 這個 在這個 Fully Associated來講話呢 注意到 是右股一張圖 這個 這個思路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思路 這個思路就是說 任何一段這個機體位置 都可以這樣 都可以保持在那個 Catch空間裡這樣 都可以保持在那個 Catch空間裡這樣 WMaple是 我把什麼 我把這個 就是像那一隻 就是機體的一個縮影 那 Fully Associated的想法就是 反正我的機體啊 都可以這樣 對應到裡面 啟動 我就可以找到對應 當然有可能是 那個多個對應 好 然後呢 這個 這個現象呢 就是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 如果說呢 你今天有那個 停車證 許可證 比這個停車位還多的狀況 比方說呢 像這個 我今天有這個 1000個停車位 然後有5000個學生 然後這5000個學生都可以這樣 都可以停車 類似這種情況 那這樣的一個設計呢 就是有一個很顯著的優點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只要確保說 因為不是5000個學生 算5000個學生都有許可證 對不對 那但是問題是他不見得 你如果開車嘛 就 你也知道吧 通常學生都是要考試的時候才會 特別想來吧 對 平常時候可能回去找兵改 好 那所以這個 這個情況下呢 如果呢 我可以去掌握 就是去保證 去保證說 我今天要存取資料手 像 就像學生這樣 反正會來讀書的學生 會來上課 這學生就要寫吧 這位 各位當過學生的手 然後呢 這個 總是有學生動的 動的不來 也不是完全不來 就是考試才會來才來 所以 那種學生我就特別不管 我只要照顧到 平常會來上課 好 所以這個 free associative呢 其實它是一個很理想的 一個想法 你說這個東西有什麼大問題呢 它沒有什麼顯著問題 但是呢 只要有一個致命的致命的確點就夠了 這個確點你就會看到 我今天要 因為我花很多心思在找它的對應 所以呢 我只要 要存取這個資料的時候呢 事實上 我就是我要 一個catch line 接著一個catch line 用每個單位去量 慢慢的找 所以你會發現 剛才講那個方法也不夠好 所以接著就會有不同的 另外一種思路 好 就是說 這個思考點就叫做這個 好幾個weight 比方說forweight 叫什麼set associative cache 好 所以這個東西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呢我們前面講過 WMAC的問題在哪 WMAC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 會常常會發生置換 就是WMAC 有這個 嚴重的這個 會很頻繁的置換 就是變成說catch沒有發揮它的作用 好 然後呢 然後這個 我們就要去思考 去思考說 有沒有可能 去 去 讓 什麼 讓命中率去提高 好 然後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個 要去思考點 所以其實這個set associative 其實它是怎樣的 它的想法是把 左邊 跟右邊 好 左邊的問題是很多的 對不對 因為它設計簡單那麼多 右邊是很理想的 所以 但是理想很難做 所以現實都是這樣 太陽春你不要 太理想 你要不到 對不對 所以就想到 就找到一個平衡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set associative 其實它是一個平衡點 好 注意到這個東西的平衡點 所以這個平衡點 它就基本上它就 就 在這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好 然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以停車場 繼續以停車場為例 假設你在停車場有1000個 然後 我就把它分成十組 然後 所以你看 我十組裡面 我就不用 就不用記那麼多編號了 可是編號每個編號 就只要0到99 所以用兩位 原本要表示1000個車位的話 你最用實境位來講 就需要三個 需要三個位數來表達 可是如果說我們今天分成十組 那繼續要討成兩位 好 那這兩位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學生真的前兩碼 所以比方說 學生前兩碼 一般來說就是什麼 就是系 系所嘛 像我們這個成大師公系 大學部的學生就是什麼 F7 然後 這個 我就印象很深刻 我以前那個 大學註冊 註冊成學生的時候 我的學號叫什麼 這個 F7488 就是我以前的那個學號 然後這個 所以後來我同學在笑我 說什麼 說為什麼那個 我大學會讀不完 因為我是 F7488 對 大學沒讀完 所以發的氣 氣瘋了 對 我那個 我跟我爸 有好幾年都沒有講過話 結果離開大學之後 就是F7488 好 那 總之呢 你可以看到什麼事情呢 你看 如果說你的學生證 學生證的前兩碼 所以基本上 在我們成大來講 就是那個 系所對不對 所以你來說 每個系所就單獨 單獨的這個 停車位 好 那你就可以選擇 十個停車位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有趣的是什麼呢 它事實上是 進了一個對應 因為 Fury Associated 其實它實際難度太高了 然後你搜尋成本 它難在哪裡 搜尋 那我今天讓搜尋變簡單 所以我事實上怎樣 我事實上是 我切合好幾個 對不對 所以 我依舊編號 然後就選 選裡面的這個車位 好 然後 所以事實上我可以很快的去找到 是吧 找到Cache裡面 好 注意到我再講知道 Cache 一般的RAM是不一樣的 RAM是RAM的X Cache 本身實際上是Squential 好 那當然它的優點是什麼 就是說 它要找 找去的成本就降低了 好 然後呢 這個 它的這個什麼呢 就是Cache成本也會比較低 好 那底下一些相關說明可以看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更細的一題 這個細的一題是什麼呢 就是來講這個 講這個 講這個Cache Myth 然後這個 這個也是很值得去思考的意思 好 那在這之前我們先休息一下 接著我們來探討Cache Myth 如果說以分類的管理來說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Cache Myth看成 看成三種 三種這個 三種類型 第一個呢 就是 它是最 最基本的 就是 就是說我這個存取的時候呢 這樣 我 我們在這個 因為我們要回想一下 就是說這個 積極存取的順序 這個順序 這樣就是 我先到iCache 或是dCache 然後呢 之後有透過MNU 透過MNU呢 去到第二個階層的Cache 當然 有的系統可能也沒有第二階層的Cache 所以這時候會到主機體 好 但是不管這樣呢 都會先到這個Cache裡面 好 然後所以有一種情況呢 就是第一種情況是 無可避免的這個狀況 就是 反正之前就不存取過嘛 這個 用大家最熟悉的 台灣學生最熟悉的這個比例 就是這樣 就是 什麼比例呢 就是 考試根本沒有 考試前根本沒有讀過書嘛 所以這個考試的時候 當然密碼代表 沒有 沒有認知 所以這個 沒辦法就是幫神仙 能不能要救你 就沒有讀過書 好 另外一種狀況呢 就是 所以第一種狀況 通常不考慮 就是沒什麼好講的 我們真的有興趣的是 後面兩種 一個是Cabit Capacity Miss 跟還是什麼 Compity Miss 這兩種狀況就比較好玩 因為這兩種狀況是 有機會透過設計上 去改變的 然後現在看 Capacity Miss 就是說呢 這個程式執行的過程中 事實上呢 就是 曾經呢 有一段時間是我這樣 是 是我有存取過 但是呢 我又沒有辦法 包含他 就是說 之後 他可能這個常常遇到這個被取代 然後之後又被用到 所以 你看到這個狀況 這個東西 講起來很深喔對不對 講一件事 好 注意到 剛剛講那個第一個例子 是用考試來講的話 我們接下來都用考試為例 好了 就是以考試為例 剛才講的case是什麼 是你從來都沒有讀過書 所以對你來講 你的考卷上寫的東西都很深奧 所以對你來講完全沒有辦法有任何認知 那第二種是什麼呢 是說事實上你讀過 但是呢 這個讀過呢 你考前在猜題的時候呢 你事實上也猜了 但是 很不幸的地方是 這個老師呢 考試的時候跟你提示嘛 說 這個考試會考試 或者讀習班老師跟你猜題 腦袋會猜 這個位置猜 你的確也記住 這個東西考試會考 對不對 但是你很快 你腦袋裡面知識 腦袋背的東西是這樣 就被別的東西取代掉 所以事實上你是讀過了 這個東西叫什麼 表示你腦袋裡面容量不夠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說我的腦袋 腦袋容量不夠大 所以導致考察了 不是 是面點cache miss 好的嗎 所以這個 很多人是這樣 好 那接著來看這邊 一個是capacity miss 然後另外一個是conflip miss conflip miss 注意到 這是在前面有提過 就是這樣 DevainMapper cache 然後再來是 state associative 來講話 有沒有 就是有競爭 所以這邊難就難在哪裡 所以難在說 我今天肯定不管怎樣都會怎樣 都會有置換的狀況 然後所以比方說我今天有兩個什麼 有兩個變數 那我要存取到什麼 存取到這個 我都希望怎樣 這兩個變數其實都很重要 就是可能A存取完 然後就會存取B 這問題是我們空間很有限 不知道你要放A還是放B 那所以這個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A跟B都很重要 或者XY都很重要 但是呢 它是因為 它去競爭一個什麼 相同的一個set 所以這個稱為叫corrige miss 或者叫conflip miss 然後如果說我們來比較後兩者 當然再講一次 第一種是被救了 誰叫你讀書 所以第二個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就是說假設你已經花時間讀書了 就像那個單手嘛 其實與其說台灣的這個升學在教你怎麼 怎麼積取知識 怎麼在思考 不如說台灣的這個教學在比什麼 比怎麼考試 所以這兩個其實就是考試策略 因為人的智商很難提高 說真的 這個 我有過遇過很多很聰明的 但是大部分的絕大多數人都不是說 跟天才可以比你 天才之所以是 讓我們覺得很悟眩神移 讓我們覺得很好奇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他們太特別了 但大部分人都是相識的 所以大部分都相識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去思考 我要怎麼去從這兩個策略去調整 所以我們看 比方說我們講這個capacity miss 所以事實上就是資料 假設我今天有64K資料 但是我整整能夠放的 上的這個其實放不下 所以往往就這樣 往往是不足以儲存全部資料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我的資料有8K 8K的array 要存去 然後都移到同一單位置 可是所以你看到 事實上呢 很多時候它發生在 Cash沒存滿 但是呢 我要更新的東西在什麼 同一個地址 所以這個來回要替換 所以這個東西呢 是很麻煩 但是有衝突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為了要處理這個問題呢 事實上有一個機制叫Lru 那就是說 就是Lru的那個L 表示什麼 List 就是說它是怎樣 最近 最近沒用到 所以我把最近沒用到 還掉 這個其實說真的 就是大部分人考試的策略 比如說 我去把那個 我想大家都 其實都差不多了 基本上就是 因為光讀課本 如果你讀了課本 就可以去考試 而且考考分 說真的算了些 對不對 我想大部分人 就像我一樣 其實說真的 如果沒有參考書說真的 我真的考不上 我真的考不上台中一中 考不上成功大學 對不對 就要我讀了這個課本 對不對 就要能夠去想考試出什麼 這太難了 所以往往我們需要 需要考試題 所以我們去測 就看哪些東西是 那個什麼 那個考過的 那考過呢 你在腦袋裡面就有印象說 這什麼又做過對不對 這台中一中出過 台中一中出過 建國中學也出過 對不對 重要 那反過來說 這個題目呢 很奇怪 只有彰化高中出過 然後其他學員沒出過 我就想想 我就可以不管他 所以我要替換的 就常去替換 這個叫LRU 這個很基本 然後再來是 有些東西呢 是另外一種 就是什麼 就是 反正 你就想像一件事 First In First Out 所以這個 B4 就是我就 什麼東西先退 什麼東西先退進去 然後什麼時候就退出改 所以這個東西呢 實際簡單 但是它有一個顯著缺點 就是它的那個 視率比較高 然後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好玩的地方是說 如果替換的時候呢 也不是用LRU 我用什麼 用隨機存取的話呢 有沒有用 事實上呢 很多時候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就是我隨機挑的 然後這個東西 當然實際也是簡單 好 所以 我們先有這個概念 然後接下來 想要跟大家探討什麼 探討說 事實上 這個cache影響 可以很大 我們接下來 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影響 可以多深遠 在這 在這之前 我們先來講個東西 就是那個 我這邊打錯字 應該是prefetch 不是prefetch 我們來講一件事 一個東西叫sind sind sind 是什麼的縮寫呢 它是叫做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它示意起來像這樣 就是說你去想一件事 就是以前的CPU 也不是以前 就是說典型的CPU的設計是這樣 我一次就處理 尤其是risk risk 我一次就我的pipeline 一次就是do 然後就是fetch fetch fetch instruction decode instructing decode 然後這個asque 那你可能 像那個 5級的pipeline 就是這樣 它就把那個memory 操作把拆出去 所以把memory 跟lightback拆出去 好 但是不管怎樣 在這個 risk的想法 基本上它的想法 就是說 我會先把指令 拆成很多個 把這個操作 拆成比較小的指令 但是有時候 我們會希望說 有很多資料 它其實相似度很高 比方說 矩陣的什麼 矩陣的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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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它有四個 就比方說向量好了 向量的加法 我有四個元素 有A B C D 那A跟A'在加法 B跟B'在加的時候 C跟C' D跟D' 這樣的A B C D 以及它對應的A' B' C' D' 它其實怎樣 都是獨立的東西 有沒有可能說 我們去設計一個方法 我同一個時間 因為既然它沒有資料相依 所以我是可以同一個時間去處理 所以我去怎樣 我去Pyro去做這件事 有沒有可能 可以 所以通常我們又把這樣東西叫做 稱為Vector Unit 也就是說 雖然Risk 它是一次處理到指令 概念上PyroLine一次處理一道指令 可是我們設計一個叫Vector Unit 在Vector Unit來講的話 可以協助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說我把 既然我很多資料都是獨立的 我就把它擺在一起去處理 這叫 那它的設計方法是這樣 就是 我一道指令 所以為什麼我這樣會叫SIMD呢 Single Instruction 我今天有一道指令 但是我可以存取的 這個往往就不是一道資料 是可能是四倍 或者更多倍的資料 那這樣的好處很明顯 好處顯出就是說 我有機會執行得更快 當然是在妥善設計的話 會執行得更快 然後這個東西有很多變形 像是Multip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然後當然還有另外的變形 Single Program Multiple Data Multiple Program Multiple Data 諸詞諸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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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不可以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有一個 事實上這個東西出現非常早的 事實上在1970年代 基本上就存在 那當時呢 像這個CDC CDC的那個 可能大家今天都對這家公司沒有概念 CDC這家公司其實是很偉大一家公司 他做很多這個很不錯的產品 他基本上這家公司過去呢 他還要承包一些這個 然後 戶證 就是 銀行 一些那種資料處理的這個案子 所以當時就思考說 很多資料其實都是這樣 都很像 就是說 都是獨立的 很多資料本身它是獨立 我可不可以在同一個時間處理那麼多資料 這樣去加速 所以後來在這個Clay 然後Clay的超級電腦也出現了 然後 在個人電腦出現的話是什麼呢 是在96年 那當時就一個很重要的技術叫做MX 那ON的話呢 大概是十幾年前 就也是引路 引路這樣的一個SyncD 好 那 這個東西跟Catch有什麼關係 喔 影響可大了 所以我們去講一件事 如果SyncD呢 發生什麼 發生Catch Miss的時候會有什麼問題 思考一件事喔 SyncD Catch Miss 好 我們要去思考一個很麻煩的一個狀況 因為 因為一個很關鍵的點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 我們來看一件事喔 SyncD呢 就我們剛才講過 SyncD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好 然後呢 我今天如果說我的XY XY呢 它的資料都在Catch裡面 所以我這個 所以X加Y這樣 這個就效益就很明顯對不對 就是說原本是 原本 一個cycle 它只能 就是執行其中一個 一個加碼操作 所以你總共需要四個cycle 好 假設我的SyncD呢 它在一個指令 可以處理四道資料 那它只需要兩倍的cycle 也意味著什麼 就是它可以加速兩倍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點 但問題來啊 如果說這個XY很不信的地方的時候 這個資料存取的人 它都不在Catch裡面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因為這種狀況一旦發生的時候呢 它的整個latency 它就會增加很多 好 所以其實我們 我們在思考一件事喔 有沒有可能呢 去縮減 來自什麼 來自 就是 SyncD的這個 Catch密 好 所以 這邊就有一篇論文喔 這邊論文喔 這邊論文呢 就寫滿多的 就是說 有的東西叫做p-fix 好 然後呢 請你參考一下這篇論文喔 那我們接下來來講解一下這邊論文的行為 這個是這個喬治亞理工喔 喬治亞理工的一篇論文喔 那他其實跟你講說什麼 就是 他跟你講說一個東西叫p-fetch 所以說p-fetch 然後說p-fetch怎麼運作 然後 然後那個 他什麼時候不能運作呢 以及他的這個 適用的場合 那這邊寫得非常的 這個寫得非常非常清楚喔 然後高達 你剛才看到業數啦 高達29頁喔 那都是 這個 資價量其實都非常充足啦 那所以其實都還蠻 要看蠻久的喔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幫大家做一個 重點摘要 所以第一個呢 我們先來從解釋名詞喔 所以我們來解釋名詞的時候 我們從幾個點來解釋喔 第一個叫做p-fetch 然後這個叫p-fetch 然後再來是 那temporal 好 好 所以你看喔 temporal是在什麼嗎 就是temporal其實他的觀點 是從時間的觀點對不對 如果我接的很 我存取過 那接的很快就會存取 好對不對 對應到考試是什麼 就是我昨天背考古題呢 今天出來 哎呦好爽對不對 temporal 那spartures是什麼 spartures是 我今天 我不是昨天背的 也不是上禮拜背的 可能是在課堂上 怎樣就認真聽老師講課對不對 好 認真聽老師講課 然後老師講個點說 哎呦我這個東西必考級 你發現什麼 老師後面講的東西也是必考級 而且那一場課我剛好怎樣 很認真上 好 那所以這個東西好玩 所以這個東西它其實跟時間是挺有關的 但是跟它出現什麼 場合 尤其它臨近的區段 所以更具體來說 事實上它就在同一個catch那裡 對不對 所以比如說 有一堂課 老師跟你說必考級 你就真的記下來 結果那一堂課相關的資料 都有出 就覺得很爽 對 然後呢 當然還有一種狀況是什麼 non-temporal 所以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 我們剛剛講temporal是講時間 時間的數據 那很多時候資料是這樣 就是說 我存取過一次 那 它不會在很 不會在很近的時間被重用 那這個時候麻煩的地方是在哪裡呢 就是往往呢 像一些矩陣操作來講的話 矩陣操作就是很大的一個 以西元的觀點來講 矩陣也好 項鍊也好 或者很多數值來講 它只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連續記憶體 我把它塞進structure 我把它塞進array 反正不管怎麼存放 本質上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連續空間 好 很大的連續空間呢 我們不會第一個第二個一直跳 這個 我是 比方說這裡 跳這個 再跳這個 它可能跳一個比較大 大範圍的那個 跳法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的麻煩要講什麼 我通過到底存取的可能都在同底資料 可是這個資料呢 它不會在很快的程度被 被重用 但是這種東西會怎樣 會 其實蠻常發生的 尤其是那種矩陣操作這種東西 好 所以我們做一個叫 nontemporal 所以我們在思考一件事 一個東西叫做 prefecture 然後呢 然後我們在跟他講的東西叫intristic 好 那這時候我們來介紹一些背景知識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 當然目的很基本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去提升整體的效果 好 然後 有個東西叫 就是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 Sovid Prefecture 一個叫做 Harvard Prefecture Sovid Prefecture Sovid Prefecture的話就是說 比方說你可以在裡面加這樣的一個指令 注意到我講指令而不是韓式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這個東西 注意到 這個nontprefetch 本質上就是什麼 nontprefetch 本質上就是一個instruction 查一下選擇 把印象選擇把前面那個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是這個 eachintel這個 intel手冊裡面的資料 把它載入出來了 好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事實上 剛剛那個什麼 剛剛那一道 那一道 nontprefetch 它其實它的 對應的 組合語言是這個 prefetch 然後後面有加不同的變形 就是不同的寫法 但是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事實上你可以用西語言的韓式的方式這樣 去存取到這些 對應到這個指令號 我們稱為這個人叫做intristic 所以它用function code的形式做了什麼 做了指令 指令的行為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事情 就是你可以避免寫太多的組合語言 你只要寫關鍵的 比方說像prefetch的 或者是這個 矩陣的 就是那種cd的指令 所以你可以跟西口共存 你不用單獨把sumbre讀出來 好 那快速看一下這個東西 做用途是什麼 什麼叫prefetch prefetch prefetch就是說我從 主記憶體裡面 讀取資料 然後幹嘛 我讀取的東西其實這樣 把它放到cash裡面 所以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有趣的地方是 第一個 我要prefetch多大的範圍 第二個是我要從哪裡開始 這個東西就要去思考剛剛講的東西 哪兩個呢 就是剛剛講那個temporal sparture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的地方是 我剛才也前面講了一個詞叫locate 就是說 所以我們接下來認真思考 什麼叫locate 這個不管是temporal 或sparture也好 所以我們在意地方是什麼 在意地方是什麼 什麼時間 什麼範圍 我的cash無法會作用 好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像那一隻這樣 由開發者主動去給提示 提示是什麼 提示CPU說 我這樣子存放就好 然後因為patch的速度 遠大於這個主記 所以我儘可能這樣 因為前面有講過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自幻策略 對不對 前面講過什麼 LRU FIFO 等等等等 不管哪個方式 都可能會有它的問題 那我乾脆有什麼 有開發者告訴你 我要怎麼去做 畢竟我是開發者 我知道我在幹嘛 好 那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就 接著我們來看什麼 接著我們來看下個議題 下個議題也是很有趣 下個議題我們稱為叫Havid Prefetch 所以Havid Prefetch 就是實際上這樣 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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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fetch裡面 實際上CPU裡面 它也會設計一些Prefetch 那在這邊 那麼你來講的話 就會叫Global history 發揮 好 然後 這張圖就很有 很好玩 這張圖好玩 地方什麼的 這張圖就說 注意到 這邊講的是什麼 講這個 這個 Normalize的 這個 就是正規化的 這個 那個執行時間 好 那當然你也知道 執行時間當然越短 就是這個 exclusion cycle 當然就是cycle數量越少 越好 好 這件事好玩的地方是 就是說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說 在 在這個黑色這條線 它跟你講說這個 改善的幅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裡面有一些 改善幅度 像這邊是比較大的 但是相對比較小的 改善幅度 然後 這邊要跟你講什麼事情 就是說 你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 我們講這個SW 就是講這個SW 然後看一下這個SW 所以事實上 我充分的去使用這個SW 原來的組合 有機會這樣 縮減執行時間 換個角度想就是說 我今天有機會透過這個SW PFetch 然後就是我去安插剛才講的 PFetch動指令 然後去加速它操作 然後這邊來講的話 論文用的是 Intel Code Tool 當然這個東西比較舊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有些實驗 在針對i5 i7上面去做 這個用的Benchmark 是Spec Spec 就是專門在做CPU Benchmark 給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Spec 所以它是一個工業標準 然後它就主要來測 測這個 整個CPU運算 好 好 那這邊幫大家畫一下重點 從這個論文裡面 它其實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你要自己安插這個PFetch指令 那事實上它是用在比較短的資料 然後連續不規則的基礎存取 然後 因為呢 你像在怎樣 你主動去提示 我要PFetch什麼 所以 它可以去降低什麼 來自這個 repracement 造成影響 好 然後呢 但是要注意到一件事 PFetch事實上會有這個 嗯 對這個系統 其實會 如果沒有做好的話 有可能會變慢 好 不是一PFetch就快 因為為什麼 因為同樣 對不對 你PFetch一大堆結果這樣 最後都沒在用 對不對 就是這種 可能遇到這個capacity 跟這個 甚至還有遇到confit 所以注意到 這個不是prepetch 有用 就行 換個角度講 這就跟你小時候學英文一樣 對不對 很多幼稚園開始學英文了 但為什麼到大學的英文沒有學校 對 這不能怪你國小的老師 不能怪你幼稚園老師 對 像國小學生 現在 現在國小學生都學英文 然後呢 當然 學英文之前 幼稚園就起早八道就在教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上大學英文沒有看變好 對不對 至少我在成大教書 我沒有覺得說 學生有非常好的英文的素養 當然非常好的可能會來成大 對 但是呢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種問題 其實你應該想想 其實想想不難懂 因為我們這些小孩子 這些這些這些學生 像小時候呢 他的花很多時間在幹嘛 學習 但是學習的時候呢 這個怎樣 那個 事實上 畢竟那個 要記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對不對 所以往往都是這樣 老師說這個會考他就發生了讀 這個會考就讀 不會考就不讀 然後呢也不會去思考說 我有沒有出位房東 為什麼 因為一天到來考試 你根本不會再出位房東 對不對 只會想說我這樣 怎麼擺 怎麼讀 怎麼把新的東西 蓋掉舊的東西 就換個時間思考這件事 好 剛剛的地方是什麼呢 剛剛的地方是我們在意 是整體的效果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在意的東西是什麼呢 再看一次 我們今天在意的地方是這個 對吧 我們要想辦法讓什麼 Label 1 Label 2的Cache 發揮效益 所以其實要能夠在意說 資料能不能是不是大部分都保存在這面 而不是說什麼 而不是說七早八早把資料都 預先讀進來 結果發現你沒在用 這個是個悲劇的事情 好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分析的 分析的這個 分析 就是做了一些分析 然後呢 他用Intel這個SSE SSE是Intel的一個SIM-D 所以Intel其實有好幾組SIM-D 有 有好幾組SIM-D的指令 指令集 一個是最早的MS 後來從1999年之後有SSE 然後呢 在現在比較新的話 就是有AVX 就是這樣這一系列 好 注意到 所以prefetch 剛剛有提過 它其實是這樣 它是把 什麼東西取出來呢 把Data 記憶體的資料 然後放在什麼 放在Cache裡面 好 那事實上呢 這個Cache 注意到這個Insertion 事實上呢 這個會更新到哪裡呢 是可以決定的 它注意到這邊寫的東西叫Hint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 處理器呢 也可以是不理會的 就是 prefetch 在有些 有些TB架構是沒有的 或是有 但是它沒有特別的作用 當然在Intel 架構是有的 但是它就會不同的適用跟項 所以你可以這樣 我可以設定 比方說有TD 有T1 T2 然後呢 有些子更新 L1 Cache 那有些地方是全部都更新 那有些地方是 這個 這個 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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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到哪裡呢 就是去 更新到這個 Level1 然後Level2 好 那處理器呢 就是說 這些東西呢 可以看到一個好玩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 我們還要考慮到一件事 就是 最終呢 它產品就是出來的組合園 我前面講過intristic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 它是 包裝成方權形式 但是呢 現在是 Compile 把你產生對應的這個 升級 那你又不用歪歪 獨立寫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很有趣 同樣是這樣 比方說這個 這個 這個 A 好 為什麼 為B 三者從A 做開頭 然後 第i個 第i個 第i個元素 第i個是 已經開頭了 好 那是第1個 所以你會產生的東西長這樣 好 這邊注意到這邊有個LEA指令 這是intel加工下這個 一個在記憶體操作很常見的行為 所以 我就從什麼 R0 去prefetch 這個 這個字 那就是AI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如果呢 你會怎樣 是 先算bi 就先把bi取出來 所以 以b為開頭 然後dn個 那這會得到一個數值 這個數值呢 在當做什麼 A的所影值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需要兩次的LEA 所以注意 大概可以 可以從這邊可以猜得出來 LEA的作用這樣 其實這樣 就是以什麼為底 然後它的那個 取字 取它的那個數值出來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呢 所以事實上呢 如果你對照A跟B 那你會發現說 這個叫intel Prefetch 跟 derate prefetch 跟intel rate 那這邊的話 對應的指令就不同 然後呢 如果再繼續看呢 就是 這邊你會看到說什麼呢 你會看到說 這邊prefetch 又有層次上的差異了 層次上的差異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把它分的更細的話呢 這個東西要認真看到 這個東西非常有趣 第一個呢 就是什麼呢 就會有這個tiny tiny 就是在講什麼 就是那個即時的 所以到考試就是什麼 就是 考試前十分鐘 對不對 在外面趕快讀的東西搞的 出了對不對 覺得好爽 就是tiny 當然 不過你也知道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是可疑不會求的 但是就發生的時候就很爽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另外是說 這個考試前背一大堆東西 反正 糟糕都沒考到對不對 但是呢 在最後一關呢 它出現了 好 然後呢當然有反過來 就是一開始就有了 好 好 那所以這個 這個 所以有late 然後在early 好 所以這個early 注意到 early 事實上它正確說法不是說一開始就有了 注意到這個 這個 它是跟你說什麼呢 就是說 它其實在意的地方是那個 出現的時機 那當然有一種可能是什麼 有可能是說 你的考試前讀的東西 根本就是你本來就會了對不對 這叫履當的 那履當的呢 好玩的另外是什麼 履當的還分類型 所以有好幾種履當的 然後當然有種狀況是吧 就是 你考試背一大堆這樣 之後就根本也沒在用 或者是背的東西根本有問題對不對 那這個會發生 會 所以這個 這個事情我們就分了幾個類 然後再來是 所以你會看到說 我這個prefetch 其實有很大學問對不對 像剛才講過 你考慮到一件事嗎 這個 不是 不是人 才會去 因此報復交 其實電腦處理來講也會一樣 因為我們人在意的地方是 如何再 不用 更動到製程 因為更動到製程會影響到兩率 然後 那個製程拍效很大 然後就是說 如何在同樣製程下 我透過設計 甚至怎樣 我硬體都不要改 我透過軟體修改 然後提升效能 這是 這個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剛才講過了 因為我們今天資料存取量這麼大 你只要改變一點點 然後這件事很頻繁 那就可以聯繫非常大的一個數字 非常大的一個變化 所以接下來人家思考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prefetch 事實上這個本質上它是一個指令 至少在Intel加油下它是一道指令 甚至多道指令 所以在這樣的指令其實它是佔時間的 所以它有成本 那這個另外一個東西叫prefetch distance 也就是說呢 我們的這個 這個歷史人來講什麼呢 就是因為存取到記憶體的時候 事實上怎樣 事實上是會有成本的 所以為什麼prefetch會有時候沒有適當 沒有用的話會失效 是因為我們花在 memory latency的時間在開銷 往往可能會蓋過它的好處 所以我要確保什麼 確保說它的prefetch distance 一定要這樣 要能夠隱藏在memory latency 這個非常非常關鍵 然後呢 但是太大的prefetch distance的原因 為什麼 因為這個 有可能會導致更大的catch miss 你可能涵蓋太多了 就像剛剛考試一樣 我涵蓋很多 我好像一整本書都讀了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怎樣 這樣的話其實有個大問題是 你整本書幾乎整本書都快讀完了 對不對 因為考試自考 你剛好沒讀到一半 那你幾乎都會都miss了 沒有可能會 所以事實上往往你要 要怎麼去善用你的時間 善用你的時間 這個是非常難的 所以其實我們要看的地方是coverage 也就是說 我們做prefetch 然後這個什麼 這個 藉由prefetch去避開這個catch miss的比例 好 那在這篇論文就給你一些說明 說明什麼 我要怎麼去設定 好 然後再來是 收尾prefetch 就剛才講過 我們去主動按插一些指令 然後去做調整 好 然後 這個東西跟 系統的行為有很大的 有很大的關聯 這我們等一下再提 然後 簡單說它的優點在哪裡 就是 我們可以主動去提示 提示這個 當然硬體的這個prefetch 已經做得很好 但是就是說 我們軟體 測試 繩子設計師 有機會怎樣 有機會自己去調整 讓他怎樣 讓他這個 讓他知道哪一段是用的 用的平板的 然後接下來會再用的 好 然後再來是說 有些資料結構 這種複雜 這些資料結構 就是它的 往往 電腦是很難從過去的行為 去推薦說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像有些樹狀的結構 它很麻煩 就是說 它往前面 前面一開始都是什麼走訪 走訪一些節點 但是它接著 可能會跳到非常遠的地方去 或者那種反轉 有反轉的那種狀況 好 那這個反轉 反轉之後 這個樹反轉之後 往往這樣 咦有些資料怎樣 就是之前存去過的 所以如果說 我可以很早去提示說 這一段 在 等一下做反轉的時候 很快就會用到 好 這樣的意義就很大 然後再來是我們剛才講過 這個locality 所以我去給它hint 注意到它是什麼 所以這樣 前面那個表就在講這個hint 就說我要放到 Level1 Level2 Level3 然後全部都更新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說你的 你的程式 它有個什麼呢 就是 你不要說你在做那個 Lupar Anony Lupar Anony 是很常見的 程式開發技巧 就是我去 因為原本 會有分支 那我們都知道在那個 處理器的Pipeline 我們在做這個 Pipeline的時候 有個很大問題就是 我遇到那個 Ranch 往往這個 Pipeline會被犧牲掉 就是Pipeline的效益會被犧牲掉 所以我們會把 某些 比較 次數比較固定 或者次數比較少的 我們把它展開來 那 展開來之後呢 這個問題在 就是 好處在哪裡 就是說 反正我都跟你講說 我要存起來 我先把它存去完 所以 Lupar Anony 再搭配 是一個很常見的 一個最佳化技巧 我們來看一下 你事實上 你可以看到 就是 prefetch 在Linus Kernel Linus Kernel 有一大堆這種最佳化 那當然 有些東西是沒有效果的 所以你看 這個 你可以看到說 Ganoo GCC 有沒有 看標題就好了 就是說 在Lupar Anony的時候 他原本就有做 prefetch 我把多餘的prefetch去掉 然後呢 所以你會看到說 有很多這種 相關的 這種修改 然後 這個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prefetch 然後 比方說 像這個 來講話 看一下 像 這裡的例子 這個東西都很好玩 batch 好 所以比方說 像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 你看這段程式版 這個 b的 b的 以b為開頭的 那個 dn個 就是 b的d eigen元素 的值 怎樣 它會 d增到 a裡面去 d加到 a裡面去 然後呢 你可以這樣改 就是 因為 我在存取的時候 我幹嘛 去prefetch i 加到 16 因為它的空間 就是算它的空間 因為我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我如果 i原本是5的時候 接著下一個例子很快就4 所以我先把它的空間算出來 注意到這邊不是加1 要看它實際站的空間 然後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 prefetch的應用 但是注意到prefetch也是有成本的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好玩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事實上怎樣 我不需要時刻都去prefetch 我這樣 我呢 去看看 適當時間為了prefetch 注意到prefetch的成本呢 其實怎樣 它帶來效益要大 或什麼 memory latency才有用 甚至你可以幹嘛 再繼續改下去 改成這樣 比如說我事實上 有這樣的 我就有這樣的操作 所以我把那個 我把 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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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兩個跳一次 然後我就做prefetch 注意到 這邊的程式碼 就有機會這樣 更快 那當然你可以再繼續拆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說 假如我這個i 論文就很大 的話呢 我每八個 就跟你拆 然後我就是prefetch 這個區域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 有這個 這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種 操作 好 那說你有沒有缺點 廢話當然有缺點 就是你整體的 你算是countdown 會增加的 然後所以這邊來講話 這邊 在這邊論文就跟你講說 它增加的比例 那其實呢 也是蠻可觀的 某些參加比例 甚至這樣 某些操作人來講話 高達的嘛 高達30% 然後再來是 很多時候麻煩 因為事實上這個 實際上的memory latency 有效cache 在每一台電腦都不一樣 對不對 你在什麼 你在intel架構下做了 在on上面會生效嗎 這不一定要對不對 或者intel架構下 同樣是intel架構 還是有一大堆什麼 有不同的啊 你說VR MD 這指令都可以相同 程式碼都不用修改 就可以跑 對 但是實際上行為 到底能幫助 這是一個很麻煩的狀況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所以事實上 已經有研究學者在做什麼事 我可以動態去改變prefetch distance 甚至改變它 要做什麼東西 有些時候我就不做 注意到 這個是一個很聰明的技巧 可是很不信任的地方 不是我們每個線型架構都有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今天要決定要去做prefetch 是那一段時間太重要 影響太大 那你說這件東西 既然intel有這個機制 那我們軟體要怎麼用 所以注意到 這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所以在某些情境下 其實我們講JVN好了 JVN也有專門在做prefetch 而且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它可以有機會 它號稱 號稱可以做到什麼 號稱可以做到 動態時期去插 安插這些必要prefetch 你看某些 Vochemore區不是有宣證書 做到這件事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這個 Costradual Change 所以很多時候 要插prefetch其實很困難 因為它的優勢改變很大 所以在這篇論文 他就跟你講說 Hardware prefetch 再加收尾prefetch 我把兩個東西都加進去 然後做到十度的調整 那底下這張圖 就跟你講一大堆重心味 好 這個東西稍微看一下 好 那我們這邊都有重點提示 然後這邊呢 有幾件事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說你要做這個實驗的話 怎麼去準備 好 這也是我們的學生整理的筆記 我們來做參考 第一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你可以把它的程式碼抓下來 這程式碼抓下來之後呢 它的名字叫prefetch 這個prefetch 這個prefetch 就是來這邊 這個什麼 就是來探討這個 prefetch的效應 然後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這邊來講話 它在 一開始在Intel Core i5 的那個處理器上面跑 做這個實驗 好 那它基本上這個實驗來做的是什麼呢 它做這個實驗很單純 來看一下 這個 就是做這個 那個轉字矩正 轉字矩正 好大家忘記幫它出席一下 轉字 矩正 轉字矩正在做什麼事情呢 好 幫大家複習一下數學 所以這個 假設你今天有一個正列 A 然後呢 我把行跟列的順序把它對掉 注意到這個 我們台灣講行跟對岸講列 用語不同 這個行跟列 這個東西太痛苦了 我想 然後 各位朋友 各位同學 這個 這個 因為你一聽到就要 繁體的跟簡體的 然後 然後那個什麼呢 這個東西太難區分了 這個 簡體 簡體跟繁體 這個東西 超級側的地方就是這個 就是Logan Card 它沒辦法直接對照 好 來給大家欣賞一些 這個太棒了 一定要給你看一下 這個 其實 以數學來講 很多詞 大概都是通用的 但是 Logan Card Logan Card 在這個 兩岸的翻譯都不一樣 這個橫的叫做什麼 橫的叫列 橫的叫列 然後呢 重的叫行 那可是在中國大陸呢 橫的叫行 重的叫列 所以 要注意到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是老師的話 要怎麼 Josh 所以你要抄襲對不對 很簡單 因為抄襲人都是超對樣的對不對 所以 基本上就是行跟列 論資看這個東西就知道 好 所以注意到 我幫大家複習 行跟列把它互換 所以 所以基本上你看 312854 所以這312854 所以這個就是 當你再轉一次的話 轉一次之後 它就又變回A了 所以這個東西要做 轉之矩正 這東西在數值運算很常見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因為它很常見 所以我們去探討它的效果 就很有意義了 這個東西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你看這段程式吧 我有一個開頭 開頭叫 來源叫src 然後目的叫dst 然後它的寬度 高度 所以這個 我們實際上在做的事情 在轉是什麼呢 如果每一個元素都是integer 那我們來轉什麼呢 這轉的地方就是它的 行跟列的差異 所以你看 你看這sauce saucey乘w 對 我叫x 那這邊呢 s乘h 加y 所以注意到這個 所以這個東西呢 其實很 很簡單 看起來其實很簡單 但是這個 難在哪裡呢 難在 難在一個方位 好 然後我們把剛才那個實作版本的 叫做naive 注意大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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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是法文 所以你的發音很重要 法文 這個東西的發音 naive 好 那個是 而且終於在第二音節 這個是法文 所以你看有很多詞法文對不對 像cache 不能念cache 所以這個東西也 千萬不要念的native 這個 這個 沒有t 對不對 naive 中一個第二音節 好 所以這個naive的版本呢 其實是很簡單 就是有什麼做什麼 好 轉字矩正 好 然後呢接著會有這個sse的版本 底下有sse 這個 不是s 不是she 是sse sse的版本 這個 有點好玩 那這個東西呢 稍微有點難 難在哪裡 難在 難在 看吧 這組合圓的 看起來是犀利的對不對 但實際上它是組合圓 好 所以這個東西難在哪裡 是intristic 好 注意到這邊是intristic 好 好 所以呢接下來我們來看 看什麼東西啊 就是它的那個 那個轉字 好 當然你可能一開始看的話 又很痛苦對不對 聽聽嗎 黑人問他吧對不對 好 這個東西呢 其實也不是那麼難啊 我們快去教大家一下 這東西其實不難 難在哪裡 只有一個幾個 一樣重點提示 第一個呢 我要先把這個 因為sse 它所用的暫存器是獨立的 sd 注意到 sd用的那個 暫存器都是不同的 sd用的暫存器都不同 所以我必須要把這個 資料把它載起來 所以注意看這個東西 這邊的程式碼 你會發現什麼 就是這個東西 展開 所以我把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以及第四組 就是我這個sd來講 sse 它可以保存 128個bit 那你的整數的寬度是sensorbit 但是你可以放四組 放四組 sensorbit的空間 所以我載入四組 所以就這樣 所以實際上這邊 i0123 事實上它都會對應到什麼 sse的 那個 的暫存器 好 然後接著我們要做的東西是什麼 轉字 然後認真看這個東西 這個來講的話 有一個操作 從頭到尾你就看到這個難在這個地方 對 很多人 看到這東西恐怖的地方 就是unpack 好 就難難的地方只有unpack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邊前面是load 你現在猜得出來 一定是store 對 所以這邊load講完之後就講 這store就不用特別講了 所以難在哪裡 這裡 跟這裡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的作用 在說明 一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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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pack 好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它的这个分类呢 它的分类就叫Data Shuffle 跟这个 Unpacking 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这个系列的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系列的运作 就是可能要用比较好看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它的一个示意 就是快速看一下这个SSE 它这个行为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 比方说它的 假设它的宽度是128 bits SIMB它的那个占领器的宽度 所以最新的叫做AVX256 AVX256就是说它的那个占领器的宽度是226 然后那放这就更多了 可以放四个Double 8个Fault 但是呢同样在128还是可以放很多 128的话可以放四个什么 四个30欧元的这个这个这个整数 好 然后但是我们要看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要看的是Pack 好 这个 看一下这个东西啊 东西有点好玩啊 好 这东西注意看啊 所以认真看一下 我们刚刚认识的词字码在哪里 我们的词字码就是 就是Unpack Lo 所以Unpack Lo 那 Lo 跟 High 是一组的 所以本上它就是你只要看什么 Unpack 就好 所以这个基本unpack是什么 U P 7K 你说A跑去哪里 反正就是为了要缩写嘛 好 所以从头到尾就是这个 好 所以我来看一下哦 上面是Shuffle 不用看 好 所以我真的要看的是这个跟这个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哦 这个上面这个中间中间这个版本哦 中间版本叫做High Unpack 底下叫Low Unpack 你发现High Unpack跟Low Unpack的特性哦 这个东西塞过来这边来 好 这件事跟那个转置局勢有没有关系 有 对不对 你想一件事 转置局勢 在做的程式码是什么 在复习一下 你看哦 我今天把这个 把这个资料都这样都读出来 对 分别读出来 读了一口地读了四笔 好 那当然在未来的时间 我们就要把它写到对应的四笔去 好 可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它的顺序啊 顺序才是我们最有兴趣的地方 好 所以整件事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注意看这个 0123 0123 有点感觉了吗 0123 0123到底在讲什么 0123 0123 到底在讲这个 好 所以你看哦 好 这边原本是这样 X,S0,Y0,Y0,S1,Y0,S1,Y0,S1,S1,S0,Y1,Y0 然後這樣Unpack之後呢 你會看到做甚麼 它得出來的東西是甚麼 是這樣子過來,這樣子過來 所以事實上光是這張圖你發現甚麼 這就是甚麼 這就是轉置中一樣的東西 就是排列的方式 所以好玩的地方在甚麼呢 剛才那個操作呢 我可以用unpack low跟unpack high的組合 可以做出甚麼轉置舉證 所以這是SSD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甚麼事情呢 就是說SynthD呢 它物理大力量不只是 同個時間可以做很多加版 它包含說這種unpacking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要的是轉置舉證 所以轉置舉證你原本是寬度是 就是w高度是high 最後做完呢 是甚麼 寬度是high 高度是wind 這樣這樣這樣做 那就可以透過這個unpack的指令做出來 好 然後這是第一個 然後這個是SSE10做出來的全式Post 然後接著甚麼 接著有個東西叫做 有prefetch 所以注意到 所以這個SSE以及SSE加上prefetch 非常之像 所以可以看到非常之像 差異在哪裡 差異就只有在這個 注意到這個東西對不對 你看這個對照看一下 其實差異有甚麼多大 所以做prefetch 那後面呢 就沒有甚麼差別了 所以事實上只有插著 插這個prefetch 好 但是我們前面有一個 你們記得這個mntint 還記得吧 好 這個mntint在哪裡 就是前面不是說講那個 講他的那個甚麼 講他的那個 tink 對 好 就是tink 好對不對 就簡單說他可以載入甚麼 載入L1 cache L2 cache 好 這段資料暫時不用打 好 所以這個關鍵地方在甚麼呢 關鍵地方是 我們呢 事實上我們改變了去 他的 他的這個prefetch prefetch的範圍 好 所以這個是SSE prefetch 好 好 那接著下一個議題是甚麼呢 下一個議題就是說 咦我們開始去做實驗 好 這個程式碼呢 不是加這個 加什麼sindy 加的prefetch 就變快 沒有 沒有認真思考的話 有可能還會慢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呢 咦 你看一下這個程式碼 10座 它跑50次 跑50次 這邊有幾個顏色 注意到 這個是 上面是什麼 你的cycle跟時間 好 那你發現 那個naive的版本呢 naive的版本就慢 對不對 所以它需要甚麼 24萬 這不意外的慢 天真浪漫 慢 好 但是呢 用了sse 神奇啦 就是變 只要原本一半 就是12萬 然後 如果呢 再加上 prefetch sse 縮減到6萬 注意到這個數值 這個數值 這個數值就很有意思 那我們現在來解讀 所以可以看到出來 就是原本的哪一個版本 它只有原本的四分之一時間 那如果說呢 我把這個原本的程式碼大小 注意到這個程式碼 其實它其實不是無限大的 它就是我們測試的時候 是有給它範圍的 我們測試的時候怎麼給呢 我們測試給它 給它多大呢 我們測試的時候呢 是 有給它這個4乘4 注意到 注意到這個4乘4 我們等一下會講 就是它是有 它是 tweaky的 這個數字很 tweaky 好 所以如果說你把這個數字呢 把它帶進去的話 你發現一件有趣的是發生的 注意到這個曲線 這邊是你看 記一下數字 24萬 12萬 6萬 然後呢 可是你看到這邊來講話呢 這邊的數字呢 大概是什麼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 100萬 好 100萬 然後那個50萬 還有這個 這個30萬 你發現怎麼 幅度好像沒有 沒有想像中的這個 沒有大 那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是很有趣的 這樣講 是什麼 有些議題呢 我們可能還沒有看懂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說 剛才探討的議題在哪裡呢 我剛才探討的這個 這個 SSE 然後就是加上 prepatch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說這個 一樣 在更大的範圍 好就是可以看到說 從這個 4096 然後到 8096 892的時候呢 事實上有提升 然後呢 我們如果是觀察一下 就是說我們把這個 數值做一點修改 觀察一下這個 就是在修改部分之後呢 看一下這個 catch miss 然後呢你會發現一個 有趣的點 好 你可以看到第一個呢 就是什麼呢 就看到這個 咦 這個東西的 這個東西的數值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 看起來怪怪對不對 百之93.258 好 看起來有點怪 好然後呢咦 發現什麼事情 做一點調整之後呢 可以看到什麼 這些不同的實作 好然後 直到82 然後呢接著底下呢 是 82.8 好 然後 事實上呢你會發現一個 一個一個時間 就是說 事實上如果只看 catch miss的話 用puff這個工具來看的話 事實上 catch miss沒有 就是 有prefetch呢 其實怎樣 它其實它沒有行處高 但是時間短 然後呢 甚至如果說我們去看 它那個什麼 印刷選 注意到印刷選 這邊呢 有些數值 所以你刷選 要跟你講什麼呢 就是每一個cycle 就是 那個 我每一個cycle 可以執行幾個字 可以看到 原本是 1.26 然後這邊是 1.57 然後呢 後面變成什麼呢 變成是 1.93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等一下 就是反映到你的效率 好 這個東西就有 有點意思 就是說 這個 問題 就是這個數值 就是我們去解讀 然後再來是 要注意到就是 這個cycle cycle 超級關鍵 用最後到兩個角 對不對 注意到 所以先記開頭 665 787 11550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東西是真正的 最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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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間的影響 最終最終的時間的影響 最終最終時間的影響 那問題是我要怎麼去解讀這件事 好 問題要怎麼解讀 好 然後 然後 這件事呢 就是要怎麼解讀呢 就變很關鍵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軟體 太八折 為什麼要很熟悉這個 你看這個程式 乍看是沒幾行的 對不對 就是 這個 這個乍看沒幾行 而且當然來講話 這個 可以 這個剛剛講過 這個是有很大取問的 這個東西的關鍵在哪 會用跟不會用 這個對效能是會有影響的 好 所以下一個議題就是我們去想 這到底怎麼做 就是把那個大小 所以就是 我們如果說去觀察它那個 數值變化 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發生什麼事 這邊有幾個東西要追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這個 4553 3151 然後變什麼 2749 然後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就是說 這個 但是如果 如果只講這個 cache mix的話 其實沒有 沒有說很大差異對不對 但是 但是這個時間在 是顯然這樣 是有差異的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我們需要更 看起來是需要更多工具 然後在Linus上的puff 有一個很強大東西 叫做 就是 Rawcounter 就是Rawcounter 這意義非常之大 就是說 事實上它可以讓你看到 處理器 內部的一些資料 然後這個 這個東西很 很關鍵 那在Intel 這個3564文件 幾乎都有 那那AND也有 那多的AND 因子不同 那總之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這個Linus 把很多硬體的行為 都把它抽象出來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得更細 看什麼呢 就是看這個事件 好 然後呢 所以這時候呢 又再繼續對照一下 你看看什麼呢 這個 這個 太好玩了 好 這東西好玩的地方在哪 這東西好玩的 這東西好玩的 Rawcounter 然後你可以 實際上可以去對照 好 對照什麼呢 就是實際上這個時間 好 那我可以把 我可以把一個 事件把它錄下來 然後可以看到實用上的分布 好 所以這邊來講話呢 你甚至可以看到什麼 它佔你的時間 然後你可以看得更細 好注意到 這個東西還有地方 它可以看得很細 然後所以你可以 看的地方是什麼 是這一個 注意到 就是我可以直接看到什麼 D cache L1D cache Miss跟Store 好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裡面 什麼 時間成本算出來 換個角度講呢 我們今天用這個工具 可以看到什麼 這邊所畫的延遲 這邊的延遲 這邊延遲 到最後面的延遲 所以你為什麼要熟悉工具 因為光看那個 比較表面的 這個客戶一開始的數據 你看不出來對不對 但是如果看得更細呢 你就可以去觀察這種的差異 所以這個東西的 這個 所以如果 我們今天看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真的看 看 這裡面是怎麼組合出來的 好 然後呢 在這邊來講話呢 是讓你還可以做一些實驗 就是改變它的Distance 然後你可以 可以做很多這種調整 然後你甚至可以去 放 改變你放這個prefetch的地方 好 講到這個prefetch的時候 我們接下來講一個很有趣的點 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在這個電腦發展過程中 有兩種這個architecture 一個叫做Hub architecture 一個叫One Neumann architecture 然後雖然One Neumann是這個 注意到這個就是德文 所以你要唸 你要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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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umann Neumann 這個是E 就是One Neumann 所以就是德文發音 那這個 這 事實上的在電腦發展來講 有兩種架構 一個是 One Neumann architecture 一個是Hubber architecture 那這兩個架構很有趣 像是 不是哪一個東西出現比較早 它就是比較舊的架構 比較BOSS的架構 也不是說哪一個東西比較早出現 它就是一個新的 前衛的設計 其實不是 事實上這兩個架構 都有在用 而且在米國每天看到的都有在用 舉例來說 One Neumann architecture 好像你今天好像很少聽到對不對 你今天好像聽到他們都是Hubber architecture 對不對 但實際上One Neumann在哪裡出現呢 抬頭 你認真看 抬頭看什麼 你想看你的辦公室你所處的環境 抬頭看到什麼東西 抬頭不見守神明 神明要去問師父才會知道 但是你抬頭會看到什麼東西 會有燈具 會有燈具 會有感測器 在很多感測器 裡面用的東西就是 Meneumann architecture 它是一個 所以它簡單來說 它裡面有什麼 它有LU 的Persession Registry 然後它這個 它的這個 程式的這個輸出 就是輸出這個 程式的那個指令跟資料 這指令跟資料之類 它是 它是共享匯流環 好 然後所以它的這個 架構大概長這樣 就是這樣 input的 然後它有不同的操作 然後這邊 這邊 這邊是不管你的城市 LU 那個什麼的 那資料都是這樣 這邊處理 好 然後另外一個架構叫做 Hurber Architecture 對 Hurber Architecture 就是讓大家 我的指令跟資料 是分開來的 所以這兩個東西 都是在1950年代 都被確定的 1950年代 就確定這兩個架構 然後你會發現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兩個架構的最大最大差異是什麼 就是資料跟 資料跟 跟印刷群的地方 所以在 Hurber Architecture 注意到 這邊 這邊我擺的部分就是很好 但是上面講的是 Hurber Architecture 在Hurber Architecture裡面 印刷群跟Data 它可以獨立處理 所以我在處理 如果你純粹只有印刷群 那時候 我可以 我可以幹嘛 我可以把Data prefetch起來 那同理 我在處理Data 如果可以 prefetch 印刷群 基本上可以做到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在Hurber Architecture 就不行 所以最佳 那現在都 現在架構是什麼呢 現在架構基本上叫做什麼 叫做Modify Hurber Architecture 簡單就是說它是修改過的 修改過的這個Hurber架構 所以這個是一個折衷的設計 所以看到嗎 這個東西好玩的地方 這個Modify Architecture 所以它是長這樣 就是說 我會有一個Program Memory 然後我有一個Data Memory 那Program Data Memory 基本上它有一個觀點 然後在什麼呢 所以你看 有Program Memory跟Data Memory 這件事就看起來這樣 就跟什麼 就跟Hurber Architecture相 但是整體呢 比方說Ctrl 就是剛剛講那個LU 什麼Ctrl 基本上這樣 這個又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它是一個修改過的Hurber 這個答案是又有怎樣 又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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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ABS 然後Row Country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認真想這個東西 認真想這個Locality 這個Locality 基本上這個意義來講的話 基本上去思考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 我們前面講過很多次 還是要複習一下的東西 就是 我們其實在想 既然這邊比較快 我要怎麼做 才能讓資料 尽可能在這邊 這件事很難 因為 我們需要 對整的系統做規劃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很多 跟Linus有關的Patch Linus 會做很多Locality的那個 Locality有關的Patch 然後去提升 提升它的資料使用力 所以你看 它會 會花多心思 跟你討論Locality 這樣討論有多少 哇 也非常多對不對 有37萬的資料 專門來討論什麼 Locality 就是希望可以讓 Cash的使用 更有效率 那這個也是一個 很 就是一個很 進階的一個議題 然後呢 它的 實際上行為就是什麼 就是我 更正 更正確的說法叫做 Locality or Reference 所以就是說 我存取資料的時候呢 我能不能用 讓Cash 用很小的空間 然後注意 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 表示注意 表示 夠大的資料的 實際的 用的行為 好 那當然就一樣 就是會有這個 Temporal Locality Spotual 然後再講這件事 然後 當然有些東西是 就是跟你的使用資料的方式有關 所以 你會看到很多研究在幹嘛 去提升這個 Locality 好 那底下就是一些解讀 就是在不同的實驗上去解讀 然後可以看到說 比方說 我們剛才看到 m and hit 的那個差異 那 你可以看到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我在prefetch的時候呢 如果都不去更新的話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sse跟那個prefetch 就不會差那麼多了 但是呢 如果有更新到什麼 有更新到這個 這個 更新到 cache 如果cache有更多更新的話 就是lay1.1的cache有更多更新的話 這個這樣數值差異就會比較大 好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兩方面 剛剛那個cache不同 好 然後這接下來底下是一個 講那個distance 然後這個distance底下有些 有些 有些 有些實驗 可以看一下 好 再來是這個 正列大小 其實它也會有 會有影響 那底下有些解說 請 看一下 那簡單來說這些不同 這個空間大小呢 事實上你可以搭配那個 low counter 然後搭配這個cache cache 那個 那個行為 就帶入不同數值 去觀察 好 好 然後再來是我們要講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喔對 關於這個 剛才那個實驗 你可以繼續看這個 我們學生做的報告 這給大家 蠻多的那種可以參考的 當然 學生報告有個問題啊 就是那個前後寫的那種 比較不一致啦 如果說你發現有些問題的話 你可以直接修改內文 你覺得它哪裡 你會寫清楚 然後我們會來追蹤 所以就是說 它把 就是我們把前面那篇論文件來看 然後看完之後去分析什麼 分析說這個 它運作啦 然後它的那個行為是怎樣 反正說你平常這邊來講的話 有這個 SSE 實際運作方式 然後它不廢取 然後它相關的一些影響 然後還有在 它裡面有些 distance 然後不同大小 那這次注意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它這個 它把 就是這個重球之後 又做了認證的話 它把這個矩陣 長度從1020到8192 它都去做實驗 然後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所以你這個矩陣變大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那個幅度 所以這幾 今天有幾個點 我們來去看看 這個naive的 naive的在這邊 到不意外 它就化身最長 然後SSE 你看它有效率增長 然後到ABS 因為S寬度更大 對 然後這個寬度更大的時候 有這個縮減 然後我們加比什麼 再加上prefet 那你可以看到 咦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太大差異對不對 然後 所以 但是呢 如果說我把這個 改成什麼 感覺對數做比較好 就是這樣 我這邊對數做比較中 100 1千 然後1萬 就是這樣就增長下去 好 然後這時候呢 你會看到 事實上講 你是可以看到 看出它增長的差異 好 然後 呃 所以你會看到是這個東西 它的這個 倍率 是有相近的 你把這個對數做標 好 然後 所以我們從這個實驗 其實可以知道滿多事情 就是說 即便是那麼小一個程式 因為像矩陣 矩陣的轉制 矩陣這種操作 很常見 那所以 你會看到很多 火根本會花你的心思 在優化 要改善 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要了解它的平凡度 影響它的效率 那個衝擊 所以 往往不是花時間 去做最佳話的利用 我 我常講一個 那個 局部最佳化的例子 局部最佳化的例子 其實就是 我想對大家 準備大學 考試就是這樣 高中考試一樣 對不對 老師說 考試會考 確定讀 不會考就幹嘛 何止不讀啊 連看都不想看對不對 為什麼 你要把空間留給 會考的科目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最佳化 你看 你從小到大 你從幼稚園小學 中學 大學 一路都醉了 醉醬化 對不對 但是你人生也會醉醬化 這我不好意思回答的 你自己回想一下 所以其實我們要追求的地方 不是區域最佳化 我們要追求的是叫做 全域最佳化 這是最難的事情 這是人生 你要做一個選擇 該去生就去生 對不對 大學 真的要把它讀完嘛 你要自己去去生 這個一樣的道理 其實你要去追尋的地方是 要去思考 就是它每個環節的影響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就先做很多實驗 給大家做個參考 就是說去思考 這個中間那個 這個 人都被你配置 然後去做主持公共提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這個column major 跟raw major 然後呢 注意到這幾次 這個column跟 column跟raw 是同一個人 對吧 還是 兩岸的用語不一樣 所以不是把它換成解決 解決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講就是我 我執行足夠多的次數 好 然後呢我們來看一下 這段程式碼呢 你看到 這個 但是各位 好 然後 先我把它清成0 對 好 然後記得真正關鍵地方在 關鍵地方在這裡 就是說呢 我去看啊 如果那個 如果 如果這個j 這個j呢 j呢一開始也是這樣 一開始呢 誒 奇怪 我就覺得他就這樣 好 這個 這個 寫錯了 應該是什麼 就是他那個 我們如果是 去做這個操作 所以這個j其實是這樣 就是 它一開始點 然後這個column修一下 所以就是說 這個 一開始點 然後我幹嘛 我去存取 那為什麼這東西 會對相對的影響 好 因為呢你可以看到什麼 因為cash是放在什麼 cashline 我本質上cash是sequential 但是 機體的 ran的操作是一樣 它是rand.assess 所以 基本上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樣子 跟這樣子 選舉機體的其實都不同 所以我們來講的話呢 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會看到一個roll major 跟column major 來講的話呢 roll major 會比column major 來得快 因為這個東西跟 cash行為有關 跟前面講那個locate有關 好 好 那接著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 好 那接著我們 邁向到 下一個部分 下一個部分就是來探討這個smp 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在之後的這個 處理器設計的那個講座 會來跟大家探討這個cpu 我們在之前的講座其實有探討過 探討過這個處理器 其實現代處理器的設計 那我們有探討過這些原理跟關鍵特徵 那接下來我們就想要來看這比較細 然後翻譯說像cash的原理 多核心的議題 然後這個 所以未來我們也會來 專門 花更多心思來探討這個多處理器 多處理器其實它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 但是你今天沒有選擇 就是說至少不在2017年 絕對沒有選擇 對不對 你身邊的電腦多核 手機多核對不對 連你的手錶都是多核 所以這個東西 對不起 沒辦法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去 要去認真探討的一個議題 那我們今天就講一個概念 我們今天會講一段 就是講這個 就拿另外一本投影片來做說明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份投影片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這個東西 這個這個教材 這個教材呢 來探討的就是 SMP 那包含說我們今天在意的地方 更在意的地方是這個cash Cash Portable 那地方會透過這個像Snooping Snooping方式 然後我們又提到像一些MDSI這樣的Portable 所以在多核的時代 很多議題變得非常複雜 不是只是在說 我們之前在這個 同學講座的 講這個原理的時候 講這個 處理器原理的時候 有講到這個 多核的效能問題 對 那 有考慮到同樣公號 相似公號的情況下 怎麼去提升效能 有個很顯著的方法就是使用多核 但是問題是 多核絕對不是這麼單純 它有非常多的意料去考慮 那我們今天就從Cash Portable 來做潛錄 好的 這個人家國外的課真的吵了 直接介紹那個Risk File 對 太慘了 我們希望我們之後也可以來跟大家介紹這個Risk File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處理器的發展 這個處理器發展 在2000年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 應該更正確的應該是 90年代啦 1990年代到當初的分水嶺 另外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世界上其實感念很大 比方說在過往呢 我們會講這個墨定 對不對 然後之後呢 現在就不是 現在一天到晚大家就來談吧 墨定可以活多久啊 可以撐多久啊 然後呢 在過往的話 人們會專注在什麼 專注在這個 製程 製程上的突破 我們今天還是很在意製程 但是我們更在意的是 如何讓MultiCore變得有效益 我們可以在 因為隨著製程跟封裝技術的突破呢 我們在同樣的面積下 可以塞更多機器 但問題是這個CPU到底能不能發揮作用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好 然後 那接下來我們要探討議題在 在這邊 我們講的是這種 對稱 對稱 或是共享機器的這個多處理器 那我們稱為叫做SMP 然後非對稱 非對稱的話 我們稱為叫AMP 不過我們 不會花心事在AMP上面 我們還是專注在這個 SMP上 所以跟大家 SMP的這個架構是這樣 就是第一個它會有Private Cache 所以比方說這個Level1 它基本上是Private Private 就是這個CPU 這個處理器算式的 然後呢 除了這以外呢 它會有這個Shield Cache Shield Cache 就比方說像L2 L3 居然屬於這種類型 然後再來是 對應到這個主機體 然後 然後當然還有可能 對應到普通的IO 然後呢 現代的這個電腦網路架構 你會看到這張圖看起來超級無敵P 複雜的 對 沒錯 它很複雜 但是呢 基本上你的手機就是這麼一回事 怎麼說呢 你的手機是什麼 你的手機廢話當然多可對不對 然後你的手機 如果不上網 你的手機可以幹嘛 你說玩電 那你的電怎麼下載 當然會透過網路下載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的電腦 沒有網路可用 它基本上 你已經不會想去用它了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我們現代的東西怎麼樣 就是透過這張網路穿起來 就是一個這麼複雜的東西穿起來 讓很多台不同的電腦可以這樣 互通 互通有物 然後當然 這個架構有很多變形 我們剛才講的是比較的 比較極端的狀況 就是說 把這個 把這個網際網路把 讓很多台電腦可以穿起來 當然這個網路本身有很多種形式 然後網際網路是一種 那當然你可能是一個什麼 比較近的系統 就是比較 就是它是某一種 你的卡片就是說你可以想要某種線 但是不是像網路線 也不是像LTE 5G 不是 它就是一個線 然後高速的線才把它串起來 你可以把那麼多處理器串起來 那這樣的東西 我們稱為叫做分散式 Share memory 那這個東西呢 它的處理器的數量真的多了 就可以上千顆都有可能 然後 在另外一個形式我們稱為NUMA 那這個 請稍微看一下 這個東西也是 出現正式 但是現在變得很關鍵 因為這個地方是這個 Vaya Center 基本上標準配備 好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呢 這個 在共享的機體來講話 事實上 上面的學問也是蠻多的 就是 我的資源要怎麼去共享 在不同的核 不同的支援單 運算單位上 我們要怎麼做 好 然後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個議題 就是我們今天 今天的主角 就是 這個Cache 跟Cache Confluence 然後呢 要注意到一件事 Cache Confluence 基本上 已經是決定 多核架構的 關鍵設計 就是 我今天核數可以增加很多 像我這個 這隻手機 這隻手機是用什麼 用這個 使用的是聯發科的那個晶片 所以說 愛用古惑對不對 雖然上面寫妹祖 但是 我是支持聯發科的 所以這個 這個裡面是用這個 聯發科的晶片 那聯發科晶片 這邊有10核型 10核 不是問題來的 這個10核裡面 很尷尬的東西 它的 有一個影響效能 影響它設計的重要因素 就是Cache Confluence 好 這是我們的結論 那這件事 到底怎麼發生的 好 這東西不難想 我們在前面有講過 就是說 這個像L1 Cache 對它是所謂的Private Cache 然後再來是 有可能L2 是Cache 是共享的 L2 Cache 是Sure Cache 好 可是問題來了 問題在哪裡 注意到這句話 就是說 當其中某一個處理器 它在做什麼 在做寫 就是寫錄的動作的時候 這個其他處理器可能怎樣 它看不到 看不到會怎樣 就會認為說 這個東西沒有更新 所以想一下 假設我今天有四個核 那四個核 以前是怎樣 以前是說Cache 啟動一核Cache 然後到哪裡 然後再寫記憶體 然後可是你看 我啟動一核 把資料更改 但是其他核 可能從到尾都在讀什麼 舊的資料 它從這個 它的Cache裡面讀資料 因為它不知道外面的 就是主機體它有修改 因為被人家改 它不知道 因為我都是付我的private 所以這時候 我就需要一個Cache coherence 那Cache coherence 就是講這個 我可以把它翻譯成這個一致性 就是中文很多詞 看起來英文好像對應的詞都不同 對應的詞都不同 但是這個 中文翻譯可能都用一樣 因為我們繁體中文 台灣的翻譯器官是以意思為主 所以這邊來講 我們這會叫Cache Cache的一致性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去思考 然後我們來看看這張 這個畫面中 這個 這一段的序列 你可以看到左上角的程式 這個count呢 這個count這個變數 一開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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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個 指標U U呢 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U事實上是count 就是一個代稱 你可以看到這U這個指標 它指向哪裡 count所在的位置 所以 你好像看到兩個變數 一個叫count 一個叫U 其實實際上 它指向的東西都是同一個 我們就稱為叫做 代稱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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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事實上指標呢 就是一種 就是一個代稱的東西 好 然後 這個東西呢 乍看沒什麼問題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我今天 有好多核嘛 這才是問題 好 所以來想一下 在好多核的情況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好 我們先來想一下 這個 原本程式行為 你看 所以原本呢 有一個什麼呢 原本有一個count一開始只是 5 好 那U呢指向哪裡 指向原本的count 好 所以一開始D的 然後 所以我今天 經過cache 對 這個存取的時候 通過cache 所以這個 這個 我存取 然後你看 這邊來講cache 就變 就更新到5了 好 但是呢 如果好巧不巧呢 發生什麼事 啟動某個處理器 注意到 我們剛剛講的是這個 這個存取資料 cache有跟著更新 隨便它不用5 可是呢 如果在 這個步驟的時候 其中某一顆除7 它做什麼事 它去更新值 所以它給它一個新的值 它把U的值呢 把它這樣 指定成7 好 那問題來了 在這 在左邊的那兩顆 事實上 它知道U的變化嘛 它其實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 因為它是讀cache的嘛 所以這個 以這部 跟這部來講的話 尷尬的地方是吧 它其實看到東西都舊的 可是 所以這件事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除非你一天到晚 都去問 說我的主記憶體內容是什麼 否則你不可能知道更新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什麼事 在多可的情況下 會不會遇到cache 沒辦法發揮作用對不對 原本cache是迷補什麼 cpu 跟記憶體之間的那個 數字差異 它出在的話 所以為什麼用memory還有locking 對 越靠去cpu的我就會讓它越快 好 可是問題來 其中某一盒把它改了之後 它的確它這邊的private cache 也更新了 可是問題在於什麼 其他的cache 沒有可能更新 所以 勢必我就讀到錯誤的資料 所以我再講一次 為什麼我程式設計師 應該了解cache 不只是應該 我相信是 絕對要 對 因為 cache 沒處理好 就是 慢而已 它是這樣 可是它不會不正確 尤其在我們今天 無可避避的多可時代 好 所以接著我們來思考 所以這個問題就非常之麻煩 然後大家有非常多的研究在做這件事 好我們來快去看一下 有這個在繼續之前 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便只能講 謝謝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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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